中外历史大事迹 全世界 当然这边中国都会讲多一点 就是盘古开天地 这一来发生了大事 当人类历史大事太多 这边就是精简 精简再精简再精简 不然内容太多 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 但是这些都是有证据的 史书上考古历史学家承认的 来看 内容很多 西元前1241年 怎么会跑一个这么精确的日期 因为它是历史上科考的年代 你看后面有什么西元前35世纪 前31世纪 就是有那个事 有发生一些事 可是日期考证不出来 那考证最早的是 4241年西元前 你现在6000多年 就是埃及人 以太阳跟月亮 就是我们讲阳历 阳历就是太阳 阴历月亮 埃及人在西元前4241年 就是太阳月亮 规律制作日历 那西元前3760年 也是很精确的日期 为什么 是犹太人 日历 有一个犹太历 它的第一年 是这样的 你看接下来 时间就不确定了 只是说 有这回事 可是没有那个日期 那西元前35世纪 离现在也5000多年了 西亚 就是像伊拉克那边 两河流域 又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两河流域 那这个呢 所以他是历史学家 以及考古下公远 人类文明 就是死前人 死前人类 或者是野蛮人 不算 就是有文明 有文化 是从两河流域开始 至于人类的祖先 从最早 死前时代 是从非洲 非洲大河过来 两河流域的苏美人 苏美人是公远 差不多最早的 当然之前还有更早 可是那已经 不是很确定了 就是比较有文字的 最早的文明 就是苏美人 苏美文明 苏美人 各城市国家 它不是一个王国 不是一个王朝 就有一些城市 当然那城市 跟现在城市 不能比 可能就是 可能有几千人 有住 从墳墓 还有它这个 挖出来的 就是城市国家 逐渐形成 然后这个时候 相当于中国新时期 因为人类历史 一个史前时代 就是如貌银雪 那时候已经 完全没有文明文化 史前了 然后就是旧时期 旧时期也是如貌银雪 但至少使用工具 史前时代 连工具都不会用 那旧时期 至少会用比较粗糙一点的石头 会做一些 然后甚至也会 用石头打火 然后进入新时期 然后新时期 还进入铜器 铜器再次进入铁器 所以人类进入铁器 以后就开始 比较有一个基本的文明 然后到后来 再有各种金属 那就是中国 新时期时代 叫养少文化 然后孙伟源写出了 蟹型文字 这念蟹 就像钉子 就像钉子 一个一个 有直的有横的 就人类考古学家 到目前为止 发现最早的文字 能说文字怎么保持到现在呢 这个纸 写在纸 动物的皮上 应该早就烂掉 它写在泥板上面 它在这个泥板 就是还在潮湿的时候 把它磕下去 然后后来硬了嘛 就像水泥嘛 一开始软的 后来变硬的 所以它可以保存很久 所以后来 这个发现了 蟹型文字最早的 蟹型就像钉子嘛 一根一根 很多是有一些比划 但它都是持得很的 一根一根钉子 叫蟹型文字 然后埃及尼罗河下游 因为尼罗河是埃及里面 最大的河 所以这个文明一定不能离不开河 所以中国最早找到这个黄河 黄河流于在北方 后来开始五湖乱华 就到中间了长江 长江是讲嘛 要河嘛 要水喝嘛 这叫珠江 这北中南 所以埃及尼罗河下游 形成许多阶级的国家 形成上埃及跟下埃及 就是北埃及跟南埃及 那现在31世纪的时候 这些都是大概 大概那个世纪 日期没办法考据不出来 菲尼基人 央海全市逐渐形成菲尼基 就在北埃地中海那一带 所以他很早 菲尼基也非常早 甚至比那个希腊还早 而西面前30世纪的时候 印度达罗匹徒人 你看印度也开始了 所以这个 我们说斯达文明 西亚文明 西亚后来变巴比伦 巴比伦文明 然后中国的文明 埃及文明 还有印度 斯达文明五国 所以印度达罗匹徒人 也开始 城市国家 当然都是一个雏形 这个很落后 但是至少已经 就是有一些 这个都是一个城市 可能有上千人 在居住 后来考古挖出来 亚洲人也出现了 亚洲人在西亚两河流域 你看亚和流域最早是苏美人 那中间还有一个 这边没有写到 还有一个阿卡特 阿卡特是第一个帝国 然后后来又被亚洲人取代 这些都是不同的种族 苏美人 等于是被阿卡特帝国取代 阿卡特帝国又被亚洲人取代 所以亚洲 我们现在的讲亚洲 就从亚洲 因为英文 那个就是从亚洲过来的 那什么意思 日出东方 亚洲就日出东方 当然它也不够东 那时候 以西方来讲亚洲算东方 那后来又把它变成那个亚洲 当然亚洲真正的 日出是日本在往东边 这个太平洋那些道 日出的时候 亚洲人建立最初的城市国家 就是这个城市国家 就已经比较 比较这个 有一点规模了 西元前26世纪 就传说 你看 这些为什么中国是四大文明里面 最晚的呢 因为传说 就是其他三大文明 埃及 巴比伦 甚至巴比伦的前身 这些亚洲 阿卡特 这些苏美 都已经挖出来 你看苏美人还有文字 印度都已经挖出来 可是中国呢 你看 西元前26世纪 连现在也不到五千年 我们说中华 我们五千年其实没有 就是硬是要讲的话 也四千多年 可是四千多年 外国口鼓俠不承认 因为史记里面 有讲三皇五帝 有拿三皇 有拿五帝 那是传说 因为 史玛千写了 可是口鼓俠跟不上 挖不到 这个 挖出来挖不到 所以只能传说 那西元前25世纪 也是传说 你看 二十五跟二十九很接近 传说皇帝 皇帝也三十五 也是这个三皇五帝之一 等于五帝之一 那个三皇怎么伏羲碎人 神龙 不可考 那你去问 司马迁 你怎么写的 司马迁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跟前面人写的 那前面谁写的 也没办法去考据了 所以五帝之一的皇帝 传说 所以这边讲一个传说 就是有此一书 但是考古学校没有挖出食物 不吃了食物 就实在的物品 没有挖到 还没有挖出 西元前24世纪 阿卡德王朝同意 美索布达米 那中国传说 你看传说中 这个是哲号 专序 在位都是皇帝的子孙 传说中在位 那西元前23世纪 传说中帝固 这些都是讲五帝 在位 那这些都很早 我们最早讲 姚尊与他 姚都还没出来 那姚在哪里 西元前22世纪 就是离现在4200年的时候 姚出现 中国才有帝制 跟帝要在位 那这边都是前 都是西元前 21世纪 而希腊克里特文化 也叫做米诺斯 或者翻译叫 麦诺斯文明开始 所以西方的源头 就从这边开始 就从希腊文明开始 希腊的克里特 克里特是一个道 一个道 从那边开始 也叫米诺斯 麦诺斯 西方的文化 就从这边开始 然后再开始希腊 罗马 那中国传说 你看连顺都是传说 也没挖出来 没有挖出来 真的东西 坟墓 宫殿 都没挖出来 所以传说 地顺在位 然后滚根 是父子 那时候全世界 都有大洪水的传说 那时候 那时候中国发生大洪水 印度有大洪水 连美洲有大洪水 那西方到圣基马 诺亚方舟 全世界普遍都有大洪水 那就让滚 跟鱼治水 那滚是用围堵的 结果没有成功 就是被顺流放 然后猝死 那有他儿子 这个鱼 或者叫大鱼 所以有人说大鱼不是人 像个虫一样 都是传说嘛 三国家门不入 建立夏朝 他就用疏导的方式 就成功了 然后这个 然后顺了 顺就传为给鱼 当然实际是讲 遥啊 善让给顺 顺善让给鱼 鱼本来也想善让 可是后来他儿子也不错 就人家老板 形容大臣 比较喜欢他儿子 就从他儿子开始 就变成世袭 但是时期是这样子写 讲善让 可是后来靠古学校 又挖到别的 譬如说竹树纪年 在晋草的时候 挖到春秋的时候 魏国的安吕王的坟墓 挖出来 结果写的就不一样 说不是啊 这个 遥没有伸让给顺 顺也没有伸让给鱼 而是叛变 就是说顺把这个年老的遥关起来了 篡位 然后顺老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鱼要篡位 所以写法就不一样在历史记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西人前二十世纪 亚利亚人入侵印度 所以亚利亚人是不是希特勒 二十世纪希特勒 他就说亚利亚人就是白人 入侵印度 就是希特讲的亚利亚人 有一个争议就是说像印度皮肤很黑 轮廓是蛮深的 但是人是皮肤黑的 可是呢 有一说就是说亚利亚人是白种人 白种人 所以其实印度人啊 有些皮肤也白 当然比较少 就是古印度人有很多皮肤很白的 就像西方人 你现在去看印度保莱坞 有些明星啊 当然像皮肤是比较黑 可是他轮廓像外蚊 像西方人 甚至有些 有些这个印度人皮肤很白啊 就可能是受到亚利亚人入侵啊 然后后来跟土著啊 同婚 皮肤越来越黑啊 那斐尼基人呢 发明了字母啊 这个字母呢 就像西方的字母ABCDE 像英文这种字母 但他字母跟现在的这个英文又不一样 所以后来有变化啊 像我们想想看英文字母都认识嘛 像 呃 尼基人的字母后来也有些变成这个 呃 像苏俄啊 苏俄文的字母 哎 也是像ABCD 跟他好像 啊 两个左右电脑的写法不一样 反正就是ABCD这种啊 就是后来又变希腊 啊 啊 希腊文又变成罗马的拉丁文啊 然后传说中啊 你看中国的下朝建立还是传说中啊 因为这些你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史记写的 史记啊 史马迁他也离那时代很远他也是根据古籍啊写出来 可是古籍啊 有好多种啊 可是也没办法验证啊 可是他写了嘛啊 因为史记是史书嘛啊 是大公认 所以但是没有挖出来 所以都是传说 连下朝都传说 啊 所以中国大陆啊 这个断代工程啊 就一直想把下朝的啊 这个 这个 古籍挖出来 但是还没有还没成功啊 证据有挖起啊 但证据还不够啊 与传位给他的儿子齐啊 然后齐呢 又传给啊 呃 邵康 邵康那个时候呢 呃 就是 韩卓啊 这个叫韩卓啊 他是一个宠臣大臣啊 等于是篡位啊 篡位 然后邵康被流放 那邵康就忠心啊 就是得到了一些啊 死忠的大臣的支持 而又 又 帅军队啊 回去又把这个韩卓打败 把猝死 又恢复下朝叫邵康忠心 所以很多名字是喜欢的 叫邵康嘛 那 那 整件事来台湾 很多人就喜欢取 去那个建国嘛 台生嘛 邵康嘛 这好名字 啊 西元前十九世纪 巴比伦 巴比伦也是两个流域啊 这巴比伦从 呃 苏美人啊 阿卡德人啊 亚苏人啊 然后后来到了巴比伦啊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 四大文明的古国 巴比伦啊 其实应该是讲 巴比伦已经是两河流域 算后面啊 以上古时代来讲算后面 应该讲苏美人时间就更早 所以四大文明里面最早就是两河流域啊 而且不是巴比伦 是更糟的啊 苏美人 但是巴比伦已经算先进了 第一王朝统一了 两河流域啊 那西元前十八世纪呢 巴比伦王 汉姆拉比啊 那汉姆拉比呢 他就有一个了不起 这个名垂清谷 在利益上留下记录就是 他制定了人类利益上第一步法典 就第一步法律 也都有文字啊 你看 你看中国还在这边传说的下潮 人家在那个之前啊 就有 就有那个苏美人就有谢行文字 都考据出来了嘛 用探子式啊 就可以测出来大概 多少年之前 你看汉姆拉比 他这个汉姆拉比 法典现在还在 比如说大英博物馆里面啊 就是都有嘛 有食物嘛 有这个真的东西嘛 有挖出来嘛 上面真的有文字嘛 真的是 然后文字学家 考古学家也破解嘛 当然不一定每个字都认识啊 就这样 双朝的啊 外国是 只承认啊 双朝的那个中期到晚期 为什么 有甲骨文嘛 甲骨文也不是每个字都认识 但破解一部分 所以汉姆拉比啊 也是破解出来一部分 就确认 他是法律啊 然后波斯帝国啊 也开始啊 也在人类力上出现啊 所以照理说文明古国啊 应该波斯也算第五个啊 但是 考古学家 力学家 就把 中东那一代啊 一直到中亚 就算到巴比伦 波斯没有算啊 其实波斯要算 波斯帝国也开始啊 因为波斯帝国跟这些 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他是另外一种人 就是阿拉伯人嘛 然后7月前 17世纪 你看 还在传说啊 所以这个 这些其他的都已经确定了啊 这中国还在传说啊 夏节 无道昏君啊 所以中国第一个王朝是夏朝嘛 但是当后来有的考古学家 力学家也认为啊 其实夏 未必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因为前面呢 唐瑶余顺夏节 认为说前面的至少余顺 顺还有一个顺朝啊 但是相关的政区还不够啊 所以我们教科书上讲夏节啊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啊 以后也许凡案说哦 夏不是第一个 是第二个 前面的顺啊 是顺啊 是第一个王朝啊 但是政区还不够 然后呢 夏节是无道昏君嘛 从魅喜嘛 商汤啊 就是灭掉了夏啊 放节于南朝这个地方 这里商朝啊 所以就是 商朝取代夏朝 夏朝取代顺 顺取代谣 但谣之前就搞不清楚了 那七月前十六十 日本也出来了 就叫神文人啊 因为他有个神文文化啊 所以把它取名神文人啊 就是 他在日本地区啊 这边最早的日本人啊 所以 考古学家 这边都是考古学家承认啊 跟我们民间传说 啊 或者是一般小说 电视啊 写的就不一样啊 这边当然是以 考古学家 以正式的啊 这个历史学家 他们确认的 有出土文物的 为准啊 至于小说怎么写 电影怎么写 民间传说怎么传说啊 那个 那个 那个说不准啊 不足产性 那日耳曼人也开始出现了 日耳曼就是欧洲人 欧洲人 所以欧洲啊 他有 可以讲 几大部分啊 就是南部就是 就是希腊罗马 然后欧洲的中部叫日耳曼 所以像德国啊 因为他当初以德国为主啊 所以德国呢 German German就是 就是German 就以前的German 就从日耳曼过来的 而日耳曼就是 现在的德国啊 还有中俄啊 还有西游的法国啊 所以欧洲人就是 南部的希腊罗马 还有中部的 日耳曼 还有北部的这个 北欧人啊 因为他们信奉的神 宗教都不一样 还有东部的斯拉夫人啊 这四个大族群最多啊 当然日耳曼人 因为太大了啊 又分什么歌的人啊 法兰克人啊 什么一大堆 分一大堆 这日耳曼人也在 挪威南部开始定曲啊 但是 北欧有他北欧的人种啊 中国传说的伊尹啊 放逐商汤的敌长孙啊 汤的孙子太甲 他说太甲那时候说 很喜欢玩啊 不顾国家大事啊 这个不得人心啊 所以等于 伊尹就展向了 展向一看不行啊 这个魂军 就把他放逐于铜这个地方 那后来太甲被放逐以后 就回过了 说我错了啊 我年轻太喜欢玩啊 然后回过后重新引力 但是画是这样子 都是史记写的啊 竹书纪年啊 那些不是一样啊 不是这样子 竹书纪年也说伊尹叛变 然后太甲呢 就是被流放 后来又整顿了军队 又打回去啊 又把伊尹又放逐掉啊 所以这个历史上啊 这个写法会不同 那西元前15世纪 你看墨西哥也出现了 最早的部族啊 部落啊 表示有一点文明 一点文化啊 叫夏巴族啊 墨西哥也出现了 那西元前14 14世纪啊 就现在两千 三千四百年前 好 摩西也出来了啊 圣经啊 旧约圣经也出来啊 就是旧约圣经 摩西嘛 这个解救啊 这个解救啊 旧约里面再找了 从这个创世纪啊 然后开始啊 什么伊甸园 没有 因为找不到证据啊 所以证实都没有写啊 这边都没有写 那摩西是有考据出来的 所以圣经啊 考古学校只承认 从摩西时代开始 因为 考古学校历史学家是一帆两叩 说我不管你 民间传说啦 圣经啊 这些口耳相传的啊 或者民间的一些书籍不算 反正一定要有出土文物啊 就是说 一定要挖出来什么东西 最好有文字 然后那文明呢 你不能说挖出来五个人八个人 那也不算啊 至少要上百人啊 最好有语言啊 要出土文物啊 契物 培葬品这东西 然后一个区域啊 它有一定的精确啊 很严格的定义 它才承认是一个文明啊 不然你小范围的啊 只挖出几个人啊 然后这些都不算 就是摩西啊 摩西啊 帅领啊 西伯来人啊 出埃及 叫出埃及记啊 因为 因为他这个 犹太人啊 被这个法老 埃及 国王啊 所以 法老不用讲法老王 因为法老就是王嘛 法老就是王嘛 所以讲法老王 当然大家听得更懂 可是 那里好像就说不需要 你就等于法老王王嘛 这多一个字啊 法老 出来一集啊 在西奈山 领受十戒啊 天的commandments 就是不能杀生啊 不能嫌疑啊 不能怯盗啊 所以到现在 以色列犹太人 还是照这个十戒 认为就义 所谓就义就是 神跟人的约定 但是新约出来以后 他就变旧约嘛 所以新约就是 再一次 神跟人的约定 只要旧约新约嘛 抵达迦南后 创立犹太教 所以犹太教就是这样 但犹太教 不承认 基督新教 只承认 他不承认新约 只承认旧约 你看 到这边还在传说啊 传说我们基子 在朝鲜啊 建国啊 就朝鲜去的 北朝鲜 南朝鲜就韩国啊 跟朝鲜合在一起 在朝鲜 建国基子啊 然后 亚述帝国啊 建立了 嗯 然后 西人前 十一世纪的时候 中国啊 周主啊 就是周文王 周武王啊 领袖 周主 他也不算王国啊 顶多算诸侯啊 基昌 在位 所以 所以有传说中 说这个 益经啊 啊 基昌发明了 但是益经 太太早了 没办法确定啊 啊 所以 科武侠就说啊 传说的不管了 反正我只写啊 这个 确定的事情啊 基昌在位 然后巴勒斯坦 最初国家 西伯来王国形成了 巴勒斯坦就像以色列那边了 啊 然后 周武王激发 啊 发送 啊 这些呢 啊 就是力学家都承认了 啊 都承认了 啊 就是 力学家承认 中国从商朝啊 啊 中晚期承认 因为 后来在明朝 不是在清朝末年啊 王国为啊 啊 他们就是 找到了甲骨文 啊 甲骨文 最早的 啊 确定的文字啊 当然再早还有鸟兽文啊 啊 重新文啊 流银文啊 等等 但是那个不普遍啊 但是比较普遍就是甲骨文 甲骨为什么写在甲 都有骨头嘛 有人说是不是写在乌龟上 乌龟哪那么多 写在牛骨上 乌龟也有啦 比较少 就牛骨上面 那怎么会发现呢 因为牛骨啊 把磨碎当药粉 就像犀牛角一样 可以吃伤寒啊 这个发热啊 这些感冒啊 啊 所以这个商家 中药店就卖 卖那个 牛骨磨成了 所以王国为跟另外其他几个啊 他们文人啊 就发现 奇怪 还没有磨碎之前 那个牛骨啊 哎 上面有字 哎 这个字跟我们的中文字有点像 可是没有一个字认识啊 后来就慢慢研究一本甲骨文 就大量去买 买了个甲骨 这是武王发咒 鸡方 鸡昌 鸡方 他弟弟叫周公 叫鸡蛋 但是 一个日字边 上面一个日 下面一痕 叫元旦的蛋 在牧野 上场王调 西州就开始啊 那西州当分 西州 最早西州 然后东州 东州就是春秋战谷 周公啊 他几怕死掉 他弟弟啊 摄政 东征 提及三叔 拐叔 菜叔什么叔啊 其五根之外 然后希腊 河马时代开始 河马时代 他也是传说宗啊 在这边没有传说两个字 传说宗 他是一个盲人 一个老头子 但是他会写那个游银的诗啊 就写那个特罗伊战争 就是河马 特罗伊战争时代啊 铁器啊 人类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 能说铜器也不错啊 所以人类最早 可能用什么木棍啊 木棒啊 因为从那个树啊 砍这个木棒 可是木棒啊 这个也不够硬啊 然后没有石头硬啊 石器时代啊 石头 或者木头上面 把一个削尖的石头 然后开始发明了铜 因为铜就是金属嘛 所以你说这个石器跟木头打 石器 然后铜器跟石头打 当然铜器 可是铜器跟铁器打 铁器又一 为什么铁的硬度更高 那为什么先有铜在有铁 而不是先有铁在铜呢 因为铜的熔点比较低 比较好做 铁的熔点比较高 铁后来又变合金又变鋼 后来啊 几乎近代 鋼又比铁硬啊 铁钢 其实古代也有发明 也有发明 也有发明是小幅度的 那西元前第十世纪啊 就离现在三千年之前了 巴勒斯坦就以色列 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是一个明君 但是跟康熙啊 先隆一样 在位时间太久 所以在位时间要超过三十十年以上 都是前面啊 可能都是明君 但是后来啊 周太久 唐明皇也是 周太久啊 就开始啊 腐败 所以他晚年腐败啊 重庆啊 重庆这个女人啊 就国家就分裂啊 所以所罗门王 他传说中 明天传说的 所谓的 所罗门王保障 然后巴勒斯坦的西伯来王国啊 分为啊 犹太啊 以及啊 因为那个 所罗门就是由西伯来王国啊 就是现在我们以色列犹太人 因为他晚年啊 这个 昏庸 也不太理国政啊 重庆这个美女啊 所以他这个大好江山啊 分裂成犹太啊 跟以色列啊 但是两个后来都灭掉了 就是 旧约就是以这个 以色列啊 后来灭掉 就结束啊 那又隔了几百年 才有新约再出来 那西元前九世纪呢 周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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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虐 也是昏君啊 被放逐 那西元前八世 就中国历史纪念开始 嗯 所以 这个西周 中国历史 不是从就是 考古学家承认的 不止啊 商朝就承认 可是 商朝都是 因为中国都是用皇帝的年在记啊 啊 嗯 没有在记西元 因为也不知道西元嘛 因为西元是从这个 耶稣基督诞生啊 耶稣基督教学 也考生 他也不是 啊 零年啊 他是在西元前就出生啊 所以 考古学家 力学家 幻算的出来 中国啊 可以跟西元啊 可以幻算出来 就是西元前八世一对的出来 那八世一之前对不出来啊 就中国历史纪年开始啊 当然啦 民国时代啊 就有些 有些这个 有些这个 知识分子啊 他也 对上去 用叫皇帝纪念啊 用皇帝考据出来 连哪一年 甚至哪一天都考据出来 但是这个 考古学家 一般也并不接受啊 所以 这个 满清末年 民国初年时候 曾经有一个叫 民国初年时候 美国建议曾经用皇帝纪念啊 但是 没办法被普遍接受啊 16800年 特罗伊战争就 它爆发了 就是刚才讲的 河马啊 前面是河马出生那一年啊 那这边就是他 特罗伊战争嘛 那个战争很大规模嘛 就希腊 跟这个特罗伊战争 特罗伊现在在哪里呢 就大概在土耳其的西边啊 靠去海边那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上一个世纪的时候啊 一个德国商人啊 一个德国商人啊 薛里曼啊 他有赚了很多钱 他就开始去挖 挖了半天 后来终于啊 在土耳其那边挖到了 但是挖到了 挖了七成啊 就以为是啊 以为是 某一成是特罗伊啊 就后来发现不是啊 好像不知道第几成是是 然后后来在土耳其 那甚至在土耳其 土耳其挖出两个 一个就是 挖出特罗伊的遗址 另外一个就是 在土耳其 雅拉拉山啊上面 高山上面 发现了 有木片啊 很久有的木片 后来就是考据说 有没有可能啊 因为那个也不是 本来确定就是 诺亚包周 最后大洪水停在 雅拉拉山上面啊 那西岸前 七百八十年啊 耗金啊 这个年耗啊 周朝的啊 西周的耗金啊 大地震 当然那时候 也没有什么震度啊 规模也没有 就很大了 那以现在观算起来 反正就是八级以上啊 八九级啊 就很大啊 浩金大地震啊 晋川或者叫晋河啊 晋未落山川啊 就是河嘛 断流了 那你看 能够把这些 这都是大大河啦 但没有黄河长江那么大啦 但也是大河啊 断流了 那这等于是改道了嘛 被这个地震啊 一些那个掉下来的 这个下面崩裂嘛 一些土石掉下 就是得阻塞了 那水呢 就往别的地方流 所以黄河也会改道 所以中国历史上 每一次黄河改道 就是死很多人嘛 因为本来 这些名家什么 就被改道了 黄河就淹灭掉啊 齐山啊 一个山 一个大山啊 也不是很高啦 但是也是一座山啊 崩塌掉 你看那个地震多厉 这个山崩塌掉 至少到八级以上啊 八到九级啊 西元前776年啊 第一届 人历上第一届 奥林匹克 你说奥林匹克现在啊 这个 奥林啊 这个 呃 每四年举行一次啊 第一届 就是西元前776年啊 希腊七元开始啊 然后 周朝 前面是西周 这边就开始变东周啊 就是叫周平王一旧啊 他东迁洛阳迁都嘛 然后 然后 因为他周朝签了好几次啊 前面有耗金啊 什么的啊 这边就签都洛阳啊 然后东周就开始啊 东周也叫春秋嘛 春秋跟战国 但是东周在战国年间啊 就被秦王朝 灭掉啊 西元前753年啊 传说 罗马建立了 因为 为什么叫传说呢 就是罗马确实建立了 这是恐惧出来 可是为什么传说呢 因为罗马建立是事实 可是谁建立的啊 传说 就是希腊罗马神啊 传说宗斯啊 因为宗斯啊 你的传说嘛 神嘛 可是没办法验证嘛 传说他跟 地球上的女人啊 就是罗马呢 变成一个美女啊 他天神下本结婚 剩下一对双胞胎 两个儿子啊 就罗马拉斯啊 跟利马两个 兄弟两个 在建立罗马神啊 所以罗马神是 西元前七五三年建立啊 可是 这两个人啊 怎么来的啊 就传说 那西元前七百二十二年 卢颖公啊 因为这个春秋嘛 春秋又 五霸嘛 战国七雄嘛 其中 就孔子的家乡啊 卢国啊 卢颖公 啊 元年的时候 如果编年是春秋啊 就是 为什么叫春秋战国 就从这个春秋 那春秋呢 就是说 啊 春天啊 要这个 播种嘛 秋天要收获嘛 所以 人的一个大大的季节嘛 要种田呢 要收获粮食吃嘛 所以他就记载啊 记载这个东西 所以叫春秋啊 纪念开始了 那西元前六百八九年啊 齐欢公啊 齐是 春秋战国的大国 在山东那边啊 就是 江子牙的 啊 封地啊 江子牙保诸武王 呃 激发啊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呃 这个 就封在山东啊 这齐欢公 任用管仲啊 啊 啊 行尊王让仪啊 啊 那西元前六六零年啊 日本啊 日本 神武天皇啊 这历史上有记载啊 有挖出来一些东西啊 神武天皇在位啊 就是日本传统纪念 所以日本历史啊 就是考古学要承认的啊 就是西元前六百六十年 日本开始啊 传统纪念 那西元前六百四十年啊 希腊科学家 泰勒子 名叫泰勒子 测量埃及 金字塔的高度啊 啊 所以 希腊其实是 科 不是科技啦 就科学方面啊 比如数学啦 物理天文啦 都有很大进步 反而是后来中断掉了 那西元前六百五十年啊 那西元前六百五十年啊 佛祖释迦牟尼 当然在古印度啦 有人说 在天竺啊 就古印度出生了 另一说是西元前五百五十年 就几乎 就几乎跟孔子啊 几乎 同一时代的人啊 所以 这是 有两种说法 那西元前六百一十二年 米提斯啊 米提要及这个新巴比伦啊 和公亚树啊 这两个王国 和公亚树 亚树这边得灭掉了 那他的手子啊 尼利维啊 尼利维被灭掉了 那西方也是大事啊 然后楚庄王啊 春秋五霸 其中一霸叫楚庄王 还有宋相公啊 齐桓公啊 这些 问鼎中原啊 因为楚嘛 为什么叫中原嘛 中原就是中国的核心嘛 叫中原嘛 那楚 他不是中原啊 楚就是在现在的湖南那一带 你说湖南现在也不错啊 可是在以前古代的时候 他算比较靠近南方 因为以前是黄河流域嘛 那当然到了长江流域 他又是中原啊 所以中国 中国历上 那人就是从西往东 从北往南 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人类的这个迁移 迁移史啊 那西原前五百八十一年呢 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出生了啊 他是数学家啊 所以三角定律啊 叫他发明的 西原前五百五十年啊 我们叫知诚先世啊 他出生 他有名 当他死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 谁叫知诚先世 所以你跟 如果你活着 活在孔子时代 说你知诚先世 孔子是什么啊 我听不懂 后来的人才把逢知诚先世 所以他名叫孔秋 孔秋漆自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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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前510年 罗马贵族政变 贵族共和政治开始 什么意思啊 就是民主 罗马共和成立 之前也是专制 所以罗马一开始是专制的 后来变共和 共和以后 后来代位将到 又变成帝国 又变成专制 所以现在说美国参议院 众议院 或者我们讲上议院 下议院 中国也有 后来共和党统治到没有了 所以中国最早也有参议院 那就是两院制 就从罗马帝国过来 所以你说美国的参议院 就相当于上议院或者元老院 因为它有元老院跟平民院 元老院就等于上议院 平民院等于下议院 然后元老院就等于美国的参议院 平民院等于美国的众议院 反正就是贵族啊 贵族选出 就是上议院就元老院 代表老百姓就下议院 或者共和院 或者参议院 这样子 西院前500年 孔子开始咒游列国 那孔子为什么咒游列国 因为大家不用他嘛 因为取高和寡 为什么取高和寡 鲁国就不用他嘛 那如果鲁国你不用我 那我就到旁边卫国啊 宋国啊 一大流寡去周游 看看哪一个人 大家都不用 为什么 因为春秋时代大家打仗 就开始要打仗了 虽然还没有到战国 就大概每一个都说 你想当我的宰相啊 当我大臣 那你要告诉我 要什么打仗啊 我可以称王称霸 孔子每次都说以和为规啊 仁义治国啊 这个国君听不下去啊 可是孔子也不改初衷嘛 所以大家不用啊 就带着弟子啊 就是到处咒游列国 结果都不用啊 后来年纪大又回到渡国啊 西院前483年 岳王勾剑 勾剑发武 勾剑本来打败五国啊 和吕啊 但是 和吕的儿子夫差呢 报仇 打败了勾剑 勾剑被打败后 卧心长胆 就是甘愿当夫差的仆人啊 就夫差 结果 后来把他放回去了 觉得很乖 结果 勾剑卧心长胆 时又把夫差灭掉 就夫差 又说 那我换我当你仆人啊 就勾剑说 这一招行不通了 不准 西院前478年 战国啊 前面是东周嘛 就是早期叫春秋 后来叫 战国时期 战国 当然国家很多嘛 但春秋五霸 战国七种秦楚 燕含赵卫秦 战国时代开始啊 勾剑复国啊 发兵灭武啊 所以前面 勾剑 发武 是打败了 夫差的爸爸和吕 在夫差报仇以后啊 又打败勾剑 勾剑 弧行长胆 他又复国了 发兵灭武 他有个谋事啊 叫范里 叫陶租公 像台北市信仪计划区 有一个非常贵 叫陶租林园 就是范里啊 陶租公 那范里看得开吗 就说我帮你啊 灭掉吴国啊 这个可能会鸟进工厂啊 他就传说了 他就带着美女西施啊 去到江南去泛州去了 就是离开了 范里 这个后来又说 他后来这个离开构建以后啊 去做生意啊 赚很多钱啊 投入工赚大钱啊 但是 正式也没有记载啊 西元前469年 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 所以希腊有三个大哲学家啊 第一代叫苏格拉底啊 他很失明啊 瞎子啊 然后 他的弟子是柏拉图 柏拉图在传给啊 传给亚里斯多德啊 三个啊 一脉相存啊 那西元前457年啊 慶国大夫啊 慶本来是春秋时代一个大国 但到了战国的时候啊 被他的三个啊 里面大臣 赵氏 韩氏 魏氏 灭掉了 就参加分禁啊 但是在灭掉之前呢 呃 晋国的权力掌握在智氏手上啊 就参加 先把智氏灭掉啊 就把金分掉啊 就变成 呃 战国七雄啊 所以春秋有一个大国 晋国 到战国 呃 一段时间后就没有了 就变韩兆魏 呃 嗯 韩兆魏 就是 当时的中国 中原啊 北方地区啊 西元前430年 现在第一次啊 波罗奔尼萨 战争 他一共三次 在西方史上是 西方的这个 古代史是 大型的战争 那简单讲 波罗奔尼萨 是一个地名啊 但现在没有了 就谁跟谁打 就是雅典跟斯巴达打 因为雅典是民主嘛 斯巴达是专制嘛 两个水火不容 两天打 打了三次 最后 斯巴达赢了 啊 这个雅典被统治 所以雅典的 他就是等于他老师啊 就是苏格拉底 那苏格拉底 后来隐症 就是喝了毒药 自杀 因为被迫害 然后他的学生 柏拉图 那柏拉图有些 很有名的著作家 《理想国》啦 还有《对话路》等等 甚至连现在我们传说中啊 这个 亚特兰提大陆啊 就是 路程啊 亚特兰提寺啊 就是柏拉图写出来的 但是柏拉图怎么会知道 因为 亚特兰提寺 就算真的有 离柏拉图活着的时候 一段时间 他是 他是根据 柏拉图根据一个 希腊的执政官 讲出来的话写的 那执政官呢 那怎么会知道 执政官呢 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到埃及去 然后到埃及 听到了埃及的祭司 祭司就是僧侣吧 以前古代叫天地通 就是神跟人 有接触到天地通 所以祭司代表人类 跟神啊 结束 所以祭司知道很多东西 然后祭司就跟 那个执政官讲 讲的 亚特兰提寺的故事 然后后来 再展展相传 然后后来 柏拉图知道 或者把 写出对话录里面 就把亚特兰提寺 路程了 大概什么时候啊 是被洪水淹啊 以前亚特兰提寺啊 是一个圆形的啊 一个国家呢 外面是海啊 有十个国王治理啊 是海神 普赛顿 普赛顿的十个儿子 就是他里面写的 但是不可靠嘛 那西苑前415年 第二次啊 波罗本里萨战争 就是雅典跟斯鲍达 起先忽有胜负 但第三次打完啊 雅典就输掉了 那西苑前411年啊 魏文侯 而任由李亏啊 李亏为相 李亏也是法家代表人物啊 早期的啊 就是很有自我能力啊 改革为政 404年这座西苑前啊 第三次啊 洛伯本里萨战争啊 雅典 三次当然输了 投降 那一投降 因为雅典是民主啊 斯巴达专制 然后斯巴达开始三年了 暴君同事 要杀药瓜就开始来了 然后394年了啊 柏拉图完成理想国啊 他就是人类啊 应该是有一个明军 像哲学家皇帝啊 这个皇帝啊 这个皇帝啊 应该像个哲学家啊 什么都懂啊 知识很丰富啊 这样子当国王 当皇帝比较理想 然后390啊 雅典孟科啊 就孟子啊 出生了 他主张性善啊 因为有些 那时候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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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九流啊 那时候是 如道末法 有的 所以春秋善国是人类 中国啊 这个 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啊 孟科 孟子 主张性善 有的人主张性恶 有的人主张 无所谓 性善性恶 就每个人家方不一样 然后387年 因为楚国开始重用吴奇 吴奇也不楚国人啊 但是他要报仇啊 所以他就到楚国 吴奇是兵家 兵家 回大仗 就开始变法成功 所以很多故事 在讲吴奇 就杀掉那个 楚王的两个爱妃啊 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而西元前三八圣里 亚里士多的出生 所以三大哲学家都出生了 所以亚里士多德建立了 希腊的一个最大的图书馆 图书馆 因为他为什么呢 他也做了一个西方的一个 百科全书式的一个 知识的集结 所以西方最早的百科全书 就是亚里士多德 跟他的一些弟子啊 诸首 他们写出来的 然后秦国也废除了 活人殉葬 以前就是活人殉葬 然后后来这边开始啊 废除掉了 然后三七八年呢 道家领导人物 庄周 一般道家推崇老子嘛 老子比孔子更早嘛 相传孔子还跟老子问理 但是接下来第二号人物就是庄周 庄子 然后呢 3559年呢 秦孝公 所以秦国啊 当然秦始皇统一中国 但是秦国是边陲地带啊 就是那个时候 他是西边就在陕西那一带 离中原 在中原的西边啊 也算比较蛮荒一点 也是大国 可是不是顶强啊 所以秦国啊 那是诸侯嘛 真正的变强 就是秦孝公 然后 关键人物就是用商鞅 发家人物啊 像前面李奎啊 跟商鞅 变法 但是后来又叫做法自闭嘛 那商鞅为什么做法自闭 因为 改革者 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会得罪权贵皆属 既得利益者 就像雍正 他大肆改革 是不错 可是得罪了 地主啊 得罪了既得利益者 所以后面就污蔑啊 什么学弟子啊 乱翻牌子 喝酒啊 杀弟弟 什么等等 商鞅也是一样 秦孝公 重用他 可是秦孝公死掉了啊 秦朝变强 秦国变强了 可是大耳儿子啊 就没有那么听 然后这个秦国的大地主就开始了 秦孝公死了 就开始整理 所以就要开始抓商鞅 所以就要做法自闭 但是商鞅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啊 但得罪人没办法 改革就是啊 改革第一个就是要得罪既得利益者 改革就可能会死人了 西元前三五六年啊 这边不是马斯顿啊 这边是马齐顿啊 现在还有马齐顿啊 到现在 但是他又改成北马齐顿 而他也是希腊的一部分啊 但是马齐顿是一个小王国 他很会打 亚历山大特别会打 但是 他不是白手起家 他爸爸啊 菲利啊 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国王 就等于是已经有一个基础了 但是亚历山大已经有基础了 他等于是太子嘛 他特别会打 亚历山大非常会打 这个太结束就像中国的卫青啊 获居病 而且都是很年轻啊 十八九岁就很会打啊 有些获居病啊 十七八岁就很会打 太平经国史达凯嘛 十六七岁就很会打 所以 所以中国是一个英雄出少年 而且 亚历山大他是统帅啊 他最厉害就是 他第一个冲第一个 他都冲第一个 这个很厉害 冲第一个 然后 一辈子打得莫山 这个 受伤难免啊 就是都没死 冲第一个都不会死 所以他冲第一个下面 部将说 你是王啊 你冲第一个 那我们护家就冲上去 阿兵哥说 哇 这个王也出动了 大家出动 我们这些阿兵哥还不出动 你就整个冲过去 而且他专门是以少胜多 这个特别厉害 昔日前353年 齐威王 战国的这个也是霸主派田记 孙兵 他本来不叫孙兵 因为病啊 因为他犯法 被人家陷害 然后把他那个 膝盖割掉 所以叫病 肉刑嘛 就变成白咖 残疾人嘛 但是他是 兵家嘛 唯唯救赵 唯唯救赵很聪明嘛 就是 你卫国去出征 赵国 赵国向齐王啊 这个 请他出兵 所以 前期是大将 孙兵是军师 孙兵很聪明 本来齐王说 那我们赶快去 赵国救魏国啊 孙兵说不用啊 我们就直接去 攻魏国的首都 那清雷都到赵国去了 结果 魏国军队 哎呀不得了啊 怎么应该是 他来救赵 怎么又为我大兵 你赶快回去 回去 尸老兵痞啊 又很累啊 就被围困啊 呃 生病 就是 在桂林之谊 大破为君啊 西元前351年啊 韩国啊 不是现在的南韩 而是当时 战国的韩诸侯啊 呃 王国啊 众永生不害 也是法家 就开始变法 所以法家啊 是最有效率的啊 所以中国要是 一直是用法家 可能中国就强 可是后来被汉朝啊 后面会提到 董仲书啊 独尊儒书啊 那就差一点啊 然后338年 出国爱国诗人去远啊 单身啊 出国的啊 就像湖南那边啊 啊 333年 亚历山大大帝啊 他那时候啊 建立帝国了 在一所实战役中 击败波斯王大游斯 在一个大 的一个大沙漠啊 也不完全沙漠啊 就在一个荒地上 很大的啊 一个大平原啊 但是荒地啊 没有草的 地方打 那时候 人很多 多少万人啊 就在一个大的平原啊 大的高原吧 都是黄土啊 上面打 可是呢 这个亚历山大马其顿啊 他的兵少 只有几万人 大游斯啊 波斯大游斯啊 波斯大游斯有至少 至少一二十万人以上 所以 宜寡其重 所以 照理说 波斯会宜嘛 他人多嘛 可是亚历山大就很厉害 所以他的部将说 我们人比他少 一半都不到 怎么打 所以亚历山大 这个人就是天才 他说 没关系啊 我们分山路啊 中左右啊 我就自己啊 我就带兵啊 我直接冲中路 冲中路呢 就直接去宰那个大游斯 我直接去 大游斯很多人保护 而且他在中间嘛 中间偏后 我直接去沙拉 那你们另外部将分左右 所以他直接冲第一个 波斯大笑说 你就冲第一个 他第一个你就很惨了 就冲一冲 他勇猛善战 然后冲一冲 然后这个左边右边也过去了 哇 波斯就开始有点乱 然后 这个亚历山大 我就直接冲着你 大游斯冲过去 哇 大游斯一港 哇 怎么那么厉害 而且就这样输掉了 十年前三三二年了 苏琴 苏琴藏仪嘛 很有名啊 都是相传 传说啊 是鬼谷子 鬼谷子 义人啊 义就是不一样 义同的那个义啊 啊 相传他姓陈啊 相传他姓陈啊 在鬼谷子 那他一个姓陈的一个老头子啊 啊 然后就 外人就叫他鬼谷子啊 因为他鬼谷这个地方啊 子就是表示 子不是儿子啦 子就是有学问的人啦 啊 他的弟子啊 嗯 组织六国合众抗秦 因为那时候秦孝公商变法 秦国就越来越强 那他就想要兵吞六国 那六国说那不行啊 所以苏琴就开始游说 六国说没关系啊 我们每一个国家打不过秦 秦国啊 但我们又合起来 叫合众 合起来嘛 呃 所以他担任六国宰相啊 所以秦国就拿他没办法 后来被张仪的连痕破掉啊 亚历山大在埃及 他也统治 所以亚历山大 很厉害 往东打了 打败波斯 然后一直打 要打到印度啊 但印度啊 刚打没多久啊 他就生病了啊 一方面生病啊 一方面他的士兵啊 家里就 有说出来打那么多人想回去了 就没有继续打 而且看到印度 他们骑马嘛 那印度大乡也出来了 就像魔戒里面 哇下次那么那么大东西 那他往西啊 也征服埃及 在埃及建立 亚历山大成大 后来已经有 毁于啊 战乱啊 还有做一个这个 恒大灯塔 所以像 古代有这世界七大奇迹啊 七大奇迹啊 现在只剩下这个万里长城啊 西苑前33年啊 330年啊 马其顿征服波斯啊 然后西苑前318年啊 秦相啊 张仪啊 张仪跟苏晴 传说中是硅谷之徒弟嘛 苏晴先出来啊 你看他时间有差一点啊 也没有差几年啊 苏晴先啊 六国合众抗秦 担任六国宰相 张仪就破解 他就说我们去分化啊 所以那时候秦 秦王国啊 这个国王就说 那怎么办呢 六国会在队伍 张仪说没关系 我是他的同盟士 应该算师弟啊 我们就连横 连横就是 我们把这六国啊 把它分化啊 分化啊 然后就把它一一破解 然后西苑前323年啊 这个埃及托勒密王朝兴起 埃及呢 就本来埃及人统治嘛 但托勒密谁啊 托勒密就是 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 因为亚历山大死了以后 下面的部将啊 就开始啊 大家去 割据 那其中有一个部将啊 他就 不参加他们的这个 分争啊 他就自己 率领他的部队 跑到埃及 把埃及拿下来 就建立托勒密王朝 所以那个电影啊 《亚历山大大帝》里面 有演这一段啊 然后印度的孔雀王朝兴起啊 孔雀王朝很有名叫阿裕王 阿裕王有名 为什么有名呢 印度本来以前是破罗门教啊 然后就孔雀王朝阿裕王 开始啊 就开始信奉啊 信奉这个佛教啊 所以这边讲一个钟头啊 这个年内有很多啊 所以这一集先讲到啊 印度孔雀王朝的兴起这边啊 然后啊 最后啊 就是说 呃 用我的20个频道 请你尽可能的啊 订阅啊 然后也 有能力的话 就小额的等待一下啊 所以第一部分讲到这里 就如舔雀王朝兴起来 不离 我们就好好感到 那些课程